男人做祷告时发现一件可怕的事 他察觉到眼前女人的血液对他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于是他便借着给女人祈祷时 故意让女人的血液粘在自己手指上 然后趁着护士不注意的时候 他就偷偷地缩了一口 而这一口竟让他对血的味道上瘾 于是晚上的时候 他来到了植物人老友的病房 然后利用输液管将老友的血美美地喝了一顿 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当他喝饱之后 他竟发现脸上的泡疹竟然全部消失了 而这一刻男人瞬间就意识到自己可能变成了吸血 于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毫不犹豫地就从10楼跳了下去 结果楼下的汽车都被他砸出一个大坑 但他的身体却毫发无伤 而这也意味着他的猜测是对的 男人名叫阿浩是一名神父 半年前他去参加某病毒的疫苗试验室 导致身体发生了变异浑身长满了泡疹 指甲也开始脱落 医生在他病危之际给他输入了含有蝙蝠基因的血液 从而让他的身体彻底发生了变化 身体恢复后阿浩感觉自己听力大耕 他不仅能听见百里开外的切菜声 甚至身上满虫蠕动的声音 他也听得一清二楚 而自从变成吸血鬼后 阿浩发现只要一天不喝血 他浑身上下就会长满泡疹 可作为神父的他 不愿让自己剥露成为恶魔 于是阿浩当即就找到养父 将他是吸血鬼的事情说了出来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撒谎 他甚至让养父把手伸进了他的心脏里 而手刚拔出来 他的伤口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 虽然成了不死之身 可阿浩却为此感到很烦恼 他不想以后都靠吸食别人的血液为生 然而就在阿浩不知如何是好时 养父却突然用刀划破手 主动让阿浩吸食他的血液 养父告诉阿浩 只要他以后不伤及别人的性命 适量的取血行为是可行的 阿浩殊不知养父这样做也是有目的 在养父这里吃饱喝足后 他就迈上了回家的路 可是在途中他却遇到了一个穿着清凉的女人 而这个女人是他同学的妻子泰女 因为泰珠从小被同学的母亲养大 所以他才被迫嫁给了现在的智障兆 每次阿浩在同学家打麻将时 他都会看见泰珠被同学母子俩欺负 而这也让阿浩对泰珠产生了怜悯之心 因此当阿浩看见泰珠赤裸着双脚在马路上奔跑时 他当即就追上去一把将泰珠抱了起来 然后把自己的鞋子脱给了泰珠穿 而阿浩的这一举动 瞬间就让泰珠仿佛找到了避风港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不久后他们就确定了恋人关系 这天晚上 阿浩将自己是吸血鬼的事情告诉了泰珠 而泰珠知道后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好奇地询问吸血鬼有什么特殊能力 于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超能力 阿浩一把抱起泰珠 随后就开始在各楼宇间飞来飞去 然而当他们尽兴后 阿浩准备抱着泰珠回去时 他却无意间发现泰珠的大腿上全是伤痕 在仔细询问后得知 这些伤都是家里那位老同学打的 于是为了替泰珠报仇 阿浩这天在夜调的时候 将老同学骗到了船上 他本想在杀掉老同学之前喝干他的血 但是却遭到了泰珠的阻止 泰珠担心这样会被警方怀疑 于是阿浩只好将老同学拖入谷中活活淹死 随后他们又制造了翻船的奖项 从而把这起事故制造成了一起意外 由于阿浩是一名神父 警方并没有怀疑 他们很快就以意外案件截烂 可阿浩在事后却后悔了 他再次找到了养父 将自己杀人的事情说了出来 想让养父在心灵上安慰他 可养父听后不但没有责怪阿浩 反而让阿浩要利用吸血鬼的能力 做些能帮助别人的事情 养父提议让阿浩献出一点他的血液给自己 这样养父也会变成吸血鬼 那么他就能重见光明了 看着养父为了自己的血液满脸贪婪的样子 阿浩的内心彻底崩塌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曾经那个伟大的神父 如今为了自己的私欲竟然变成了这个模样 于是阿浩一气之下用刀刺穿了养父的心脏 然后喝干了养父的血 紧接着他就把养父丢进了大海里 由于老同学的母亲因为丧子之痛成为了瘫痪 所以阿浩之难以后便开始明目张胆地在老同学家和太珠约会 但是这天阿浩来找太珠时 他却从太珠身上闻到了其他男人的味道 于是阿浩一气之下将太珠给活活掐死了 然而太珠死后阿浩却后悔了 于是他当即就割破自己的手臂 把自己的血位给了太珠 而太珠也因此复活过来和他一样变成了不死之身